他辛辛苦苦养殖的肉兔 为何日渐消瘦 陆续死亡 他就精神状态不好 不怎么吃料 很容易垃圾 死亡 乡吐专家实地调查步步深入 却找不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现在是挺干净的 挺干净 这个没什么大问题 肉兔销售 死亡 到底是什么原因 乡吐专家能否解开谜底 帮求助户解决难题 肉兔销售的秘密 马上播出 帮扶规则介绍 在每期节目中 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 就进寻找乡土专家 帮求助农户 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并加以解决 本次帮扶即宣告成功 清晨沉寂了一夜的村庄 又热闹起来 江西省瑞金市万田乡板仓村的杨小春 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自从去年开始养兔子 杨小春每天都是这样忙碌 虽然辛苦 但她干劲十足 因为这些兔子 不仅是她自己的事业 也寄托着全家人的希望 然而现在兔子几乎成了杨小春的心病 近两个月 杨小春的很多兔子日渐消瘦 而且每天都有兔子死亡 这让杨小春寝食难安 很是发愁 接到杨小春的求助后 栏目组派出帮小妹赶到当地进行实地走访 养了这么多小白兔 是 好多 养了有多少 养了有三四千 这是什么品种呢 这是伊拉兔 伊拉兔 对 伊拉兔是从法国引进的一个肉兔品种 它繁殖率高 肉质鲜嫩 粗肉率也高 是一种深受养殖户喜爱的肉兔品种 我看您这个笼子里面有的是一只 一只的这样就全都是种母兔是吗 对 一只的都是种母兔 像这上面的三只的它是双品兔 双品兔 我们到八十天八十五天那个是就可以长到五斤多 五斤多是达到一个初篮的标准了是吗 对对 那杨大哥您带着我走下来这一些我看了不管是商品兔还是母兔 我看长得都挺好的 个头也很大很可爱 就是这段时间有一些都比较消瘦那种的消瘦 像这些兔子就比较瘦 这只瘦对 那这不毛茸茸的看着这不长得挺好的吗 这个就是很瘦了 咱怎么判定它是瘦还是 这个也是同样的时间的都是四十多天 它就比它就小好多 这看起来就看得出来了 这么一笔还真是 小了很多 杨小春从2020年9月份引进了伊拉兔种兔 开始自玩自养 打算靠卖商品兔赚钱 两个月后 随着第一批商品兔顺利出栏 它又增加了种兔数量 可是近两个月 很多兔子出现了精神萎靡 逐渐消瘦的情况 有些体质弱的兔子甚至出现了死亡 像这种兔子比较瘦 它就精神状态不好 就不怎么吃料 很容易拉息死亡 还会死亡呢 对对对 像这个兔子都占了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 在您整个的兔舍吗 对对对 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捡的 我又看到了 这个都今天早上死掉的 这兔子可不小了 是 这个都有七十天左右了 七十天了 这只兔子还有十多天就要出栏了是吗 对 真可惜 咱这死亡的兔子怎么处理呢 那买掉 就买掉 这种情况每天有多少 每天都有五六只 五六只 持续了多久了 两个月了 等于说一天五六只 一个月下来就一百多只了 两个月都三四百只了 像我们这个卖的总大卖的有六十块钱一只 六十块钱 那这就是小两万块钱 这都不知道怎么办都不知道 就找不到什么原因 主要是还在持续 对对 随着肉兔日渐销售 伤亡越来越多 经济损失也越来越大 杨小春寝食难安 人也瘦了不少 但他还在咬牙坚持 因为如果现在放弃 就意味着前面所有的投入 都将化为乌游 杨大哥养兔子之前是在做什么呀 那是在保典工地修路 修路 对 那个时候你还收入怎么样 也有个十几万块钱 那不错呀 那是做工地也是比较辛苦 反正搞到一点钱 就想自己有自己的一番事业 通过一番考察 杨小春发现 这几年肉兔行业效益不错 再加上他之前在家 也养过一些兔子 于是2020年初 杨小春投资建了一个养兔厂 您当时建这个兔舍 花了多少钱呀 建这个兔舍是十几二十万 还有里面的农具 风机 水莲 很多东西加起来 就搞了五六十万 不加兔子 不加兔子 花了这么多钱 尽管前期巨大的投入 让杨小春有些吃力 可是看到肉兔较好的经济效益 和发展前景 杨小春就觉得 未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现实往往和理想背道而驰 他的事业还没有开始 一场灾难却悄然降临 当时是说了15号净透着嘛 后来13号晚上就这里就 涨洪水了 咱这还经历洪水了 对对对 当时是什么情况 哇 那个车都好下来呢 你看那个水都涨那么高了 能看到吗现在还 看得到 那个印子就是涨水的 涨那么高的水位 这个黄燕子吗 对对对 这个啊 对 这得有两米了吧 嗯 差不多有两米了 这个也是冲坏了 全部冲掉了 冲后来就把这个 重新搞掉了补肥去的 那外面都冲坏了 里面肯定就 里面都冲得不知像什么样了 嗯 还有那个风机啊 什么都给我冲走了 还有那些喂兔子的啊 料盒啊什么的 那些比较轻的东西都冲跑了 那个洪水持续了有多长时间呀 洪水长起来有四五个小时哦 那个时啊 那个时吓死了 我们都跑到那山上去了 看得那个时心里面都凉凉的 那个时 这场洪水给杨小春带来的 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 更是精神上的打击 看着洪水过后的满目疮痍 杨小春也想过放弃 好在家人们都非常支持他 兄弟姐妹一起出钱出力 帮杨小春将兔棚和设施 重新修好 并构进了四百只种兔 这个成规模的这个羊啊 它经常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就像有树啊 肥拉西啊 或者是鼻炎啊 那个腐蚀道问题 经常都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眼前的一切来之不易 所以杨小春倍加珍惜 兔舍每天的通风 喂料 离不开人 他就独自一人 搬到兔舍旁边的检疫房里 这有好多小鸡啊 是 反正一个人在这里也种点菜 养点鸡啊 鹅啊什么的 还养了两条狗 这养两条狗有时也可以看家 有时也可以接姐妹们 今天我来的时候还看到那有一只小花猫 是 也养了一只猫 也是您的 对 也是我的 大哥还挺喜欢小动物呢 是 大哥的小院里面有小鸡 大鹅 还有小狗 这让我感觉就特别的热闹 生活应该非常的安逸 但是我没有想到 大哥他所营造的这种热闹 实际上却是他内心的一种孤单 因为没有人陪他聊天 他只能和自己的小狗去对话 当时这让我感觉就特别的心酸 累点什么都还倒是小问题 主要就是累了半天 这么就这样搞得 也没钱做 做不到钱 还把牛奶的钱都贴进去了 感觉对不住这个家 提到家人 杨小春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但为了自己的事业 再苦再累 他也从不抱怨 可没想到 自己辛辛苦苦经营的兔场 现在却是这样的结果 我叫詹志平 今年六十岁 曾经适应军委 从部队转业后 我选择了回乡创业 如今每天与兔子为伴 他们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虽然养殖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每一段经历都是一次历练 每一层风雨都有收获 我相信每个人的付出 都将会有回报 没有比乡村更古老的过去 也没有比乡村更广阔的未来 相信自己加油 乡土专家詹志平 江西省赣州市 于都县静伟村人 养殖肉兔五年 年初兰商品兔六万多只 詹志平曾经是 南昌陆军学院的一名军人 2012年 他自主择业回到家乡 想着在家乡开创一番事业 自己想回来 回来就是做点事 尽份力 应该说是这份家乡情节 把自己迁回来了 军人出身的詹志平 雷厉风行 说干就干 起初他种过百合 但由于市场低迷 最终还是放弃 后来他又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 种起了齐城 那齐城种得好好的 詹志平怎么又养起了兔子呢 这个养兔子 那就是说当时也是搞种植嘛 离不开有机肥料 其中这种植的过程中 曾经想过 自己去加工这个有机肥料 秦畜的这个粪便是最好 最合适的 当时后来就考察了一圈 觉得这个兔粪 羊粪这些都比较合适 因为周边正好有人养兔子嘛 他们说养兔子比较合适 所以就是后来选这个 本来养兔子是为了给果树提供优质的有机肥 可随着肉兔行情不断上涨 詹志平对肉兔养殖也越来越上心 经过多年的摸索实践 他积累了丰富的肉兔养殖经验 不仅自己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 还带动周边很多农户养兔致富 他养兔子的规模是我们这边是最大的 技术也是最好的 也养得特别的好 很多人来参观 说实话他现在都将近60的人了 有的年轻人可能还没有他那种干净 他这个人整来就是干从干干 还有紧急头脑 接到我们的邀请后 詹志平立即和邦小妹赶到了杨小春的兔场 一进到兔棚 詹志平就开始仔细查看起来 老杨 你过来 叫你 我刚才转了一圈 我感觉你这里边不少销售的 好像不怎么吃的 都有这个拉稀的现象 你看他这个屁股 这个肛门周围 这尾巴这上 尾巴上都是站上这个湿乎乎的这些变 这是粪变 对 这粪变 这只也拉稀吗 这只也有点了 那 看到 对吧 这屁股也拉了 肤泻是这个肉骨养殖当中的一个常见病 它很容易造成死亡 特别是对一个养殖新手来说 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它就会造成大的损失 正常情况下 正常它是一个颗粒状 它就不会粘在这上面 它一般都是很干净的这个尾部 战老师 为什么兔子的粪变却是一个球一个球一个球的 因为这个兔子它没有那个反除系统 它兔子的消化主要是靠它的肠道 兔子具有发达的肠道系统 肠子的长度是体肠的十倍 肠道能充分吸收消化物的水分 使得粪变很干燥 在肠蠕动的作用下 排出的粪变就成了颗粒状的 虽然兔子的肠道系统较发达 但肠道必很薄 一旦出现炎症或腹泻 就很容易造成兔子死亡 好像最近你们这样的死亡的兔子 都是有点垃圾吧会不会 屁股上都会有些粘装的 也还以为是蛊虫病 蛊虫是吧 拿那个蛊虫来治疗 当时也有一点效果 它慢慢的又也不是很明显 慢慢的又更严重了现在 球虫病是一种由爱美虫寄生鱼兔的小肠 或胆管上皮细胞内引起的寄生虫病 各品种的兔子都可能感染此病 1-0的兔子最易感染 而且病情严重 死亡率高 起初杨小春怀疑腹泻是球虫病引起的 但治疗后效果却并不理想 那这腹泻到底是不是球虫病所致 您这是在看什么呀 这个腹泻通常我们就是检查一下这个分辨 一般如果是球虫病引起的话 它一般会带着血丝 这个没血丝 我再看看你这兔子 眼睛上也没什么分泌物 耳朵也不是太烫啊 基本上可以排除它不是球虫病引起的腹泻了 球虫病引起就会耳朵会烫 会发烧 然后眼睛还会有分泌物 可是刚才看这只兔子眼睛很干净 眼睛还比较干净 耳朵也不是特别烫 经过一番仔细的查看 詹志平认为 杨小春的兔子腹泻并不是球虫病导致的 那这兔子腹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你的资料放在哪呢 我放在那边 那行 我们再帮他去看看你们资料 去看看吧 来来 去看一下吧 我们的资料在这里 在这里 你看一下 你这资料什么时候买回来的 我给我买回来几天 因为我们的资料都一般不会留太久的 都买回来就给他吃掉 您在观察什么呢 我这看看 闻闻他的气味是不是正常的那种饲料味 再给他看看他这里头 有没有那个长毛的那个发生了没变的那个饲料 看这个情况这个饲料还没什么问题 杨小春表示 兔子的饲料都是现买现吃的 不会放置很长时间 詹志平经过仔细查看 也证实了杨小春的说法 饲料确实没有问题 那这兔子腹泻究竟是什么引起的呢 这料盒一般你平常会不会有剩料 没有 我们都是定时定量味的 吃的都很干净吗 兔子们 料盒通常有多久洗一次 我们一般一个礼拜都清洗一次 一个礼拜清洗一次是吗 那还很勤的是吗 这是检查料槽里面的料吗 假如他每天吃不完的话 他有些粉末他就会沉积在下面 特别加上小兔如果在里头撒尿的话 很容易就结块 而且用不了几天就发霉 一旦发霉了 它严重的后果 兔子吃了以后直接就腹泻 就会倒成这个严重后果 所以这个一定要高度重视 杨大哥这个料槽里面 现在看着是 现在是挺干净的 挺干净啊 这个没什么大问题 老杨你这个水是从哪来的 井里面来的 井里的是吧 对对对 是井水 我们自己喝都是喝那个井水 是吧 那你这个水杯会经常定期的清洗吧 对 会好 我们一般都一个星期左右 都要清洗一次 那好 那好 目前看还比较干净 随着原因的一一排除 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就连养兔经验丰富的粘质瓶 一时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一般兔子浮泻最常见的原因 一个是这个球虫 一个是资料的没变 一个是这个水质不干净 当时我查看了一下来 这几个情况都没有 而且它这个卫生做的也还不错 所以一时半会儿我还真找不出这个原因来 心里就一直在犯底屋 我们观察了很长时间 而且也排查了很多原因 但是最终都没有找到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看到詹老师他的眉头也紧锁 那个时候我也开始担心了 找不到兔子腹泻的原因 就无法帮杨小春解决兔子消瘦 死亡的问题 一时间帮扶现场陷入了僵局 大家都很着急 就在这时 詹志平无意中发现了新的线索 他到底发现了什么 这会不会就是引起兔子腹泻的关键所在 那个上面是你那个水箱是吧 对 我上去搭去看看你的水箱 慢一点 怎么样张 张老师 你这个一般多久清洗一回 都没清洗过 没清洗过 有点脏 有点脏 我都以为井水都没事不会脏 那要定期的心理 井水可能干净点 至少也得半年清洗一次 有点 这个也有点脏 这个有点脏 严重吗脏的 还好 有点沉淀物 尽管杨小春的水箱没有定时清理 可水箱内部也并没有詹志平想象中的那么脏 那究竟是不是水箱引起的兔子腹泻 詹志平一时也无法判定 他只能顺着这条思路继续往下查 看看到底是不是水质问题导致的兔子腹泻 老杨你这个水管 什么时候清洗的 都没清洗过 没清洗过 安好之后就没清洗过吗 对 安好之后都没清洗过 我看看 这管子可以拔开 这个管子 你看看 这管子里面很多粘稠一样的东西 你看看 还真有 你看看 这是一些粘稠的东西 这个粘稠的东西 它就是因为你长时间都没有清洗 这个繁殖一些细菌 包括一些藻类的东西 在这里都繁殖 这个时间一久 这个量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这个再干净的水 你经过这么个管道 也都变脏了 老杨 你有没有瓶子 你给我找个瓶子 我接点水 您接这个水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接点水 我带回去画一画 我看看它这个水质情况怎么样 好 我来我来我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老杨的水 我已经接上了 接了一点水 我就把这个水带回去 给化验一下 那好 这个你不是好像还 今天有死兔子吗 对吧 我把那个死兔子也带一只回去 一个给它解剖一下看看 看看 那样查这个病症 可能更准确一点 那好 我带你去拿吧 经过一天的调查 詹志平推测 可能是水箱和水管 没有定时清理 导致兔子饮水不卫生 进而引起了兔子腹泻 那他的推测是否正确 我们只能等待 明天的水样化验结果 詹志平将死兔带回去解剖 又会有什么发现 他能否找到兔子销售 死亡的真正原因 并加以解决 不要走开 肉兔销售的秘密 正在播出 杨小春 倾其所有建兔场 却遭遇洪水灾害 里面都冲得不知像什么样了 还有那个风机啊 什么都给我冲走了 他重整齐骨养肉兔 又遇到肉兔销售死亡的难题 像这种兔子比较瘦 它就精神状态不好 不怎么吃料 很容易拉息死亡 乡土专家凭借养殖经验 不断排查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现在是挺干净的 挺干净啊 这个没什么大问题 通过查看饮水管道 乡土专家推测 是兔子饮水不卫生 引起的肉兔腹泻 并取了水样带回去化验 那结果又会怎样呢 第二天一早 詹志平和邦小妹 再次来到杨小春的兔场 老杨 昨天我不是在这里取了点水吗 另外我把那只兔子 一个解剖看了一看 通过解剖死兔 詹志平发现 兔子的肠道有炎症 而水样的化验结果显示 饮水中存在大量的大肠杆菌 这也就证实了詹志平的推测 兔子腹泻的原因 就是饮用水中大肠杆菌超标 今天我给你带了一点 这个消毒片和这个阴霉菌 所以我说把你这个水这一块 把它处理一下 这样啊 那咱们赶紧进去吧 好好 走 我们赶紧把它治一下 以前我以为那个水槽啊 什么跟水干净了 就没什么问题了 没想到水管里面 还有那么多细菌 以后我都会注重这个问题 这个眼下马上要做的 就是对你这个水箱 和你这个管道进行消毒杀菌 正好我给你带来消毒片 这个主要是用在水箱嘛 从你的源头嘛 这个就是那个瓢粉筋片 它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钙 那个次氯酸钙主要的作用 它就是杀灭这个饮用水里头的 大肠柑菌 包括还有其他什么链球菌之类的 那怎么用啊 100公斤割一片 你这个水箱是多大的 我这个是1000公斤的 1000公斤那就放个石片呗 那咱上去吧 行 是有点脏吧 是有点脏 看这个 这是放个石片 直接放到水里就好 直接放到水里 它慢慢溶解了 它就起到一个杀菌消毒作用了 这样子 那把那个里面也放上吧 那个 你那头有那个出水口吧 有 行 那一会儿我们下去 把那个出水口给它打开 然后这个消毒水 它就可以从管子里头经过了嘛 你看张老师 这个就是我们的出水口 行行行 那我们把这个水放出来 让那边那个消毒水过来 你看这水挺黄的吧 对吧 以后你得经常地给它打开了放一放 那个也要 你看你这管子多脏啊 这必须得清洗 这个大概放个两分钟 消毒水就可以循环过来了 嗯 现在我们把它关上 应该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个水变清了 嗯 行 那么下一步紧接着的 我们就得把这个分支的这个水管 也把消毒水给它引过来 你就可以在最下面这一根 就摁着里头针头 把这个水放个三十秒左右 消毒水不是引到这个管子里头了吗 它就起到这个消毒杀菌的作用了吗 行 下面你们俩我们分头 把这个做一遍 好 行 老杨 那我们现在这个主管的消毒水 引过去了 现在把这个支管的水也引下来了 那么紧接着下来的这一个月内 你每周重复地做这么一次 等你再下一步 这一路的兔子全部消瘦完了 你把这个水桶啊 加大三倍的剂量 这个消毒片啊 来一个更猛烈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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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消 后边你就恢复正常了 基本上你就一个月消一次 为了尽快帮杨小春解决肉吐消瘦死亡的问题 给饮用水消过毒后 詹志平又教给杨小春 如何使用EM菌来防止肉吐腹泻 这个EM菌你看看啊 这是褐色的 你闻闻 哇 酸酸的 苹果醋的味道非常好 这人都是可以喝的 它真是果汁的那种味道 这个EM菌的作用 它就是调理胃肠道的菌群 EM菌是由光合菌 酵母菌 乳酸菌等有益菌类组成的混合菌 EM菌进入兔子的肠道后 会通过争夺有害菌的地盘 很快占据主导地位 从而抑制有害菌繁殖 使肠道恢复健康 就算你这个兔群都很健康 你也可以时不时地添加一点 到你的水桶里去 那这个什么色用啊 这个你这次消毒水 全部放完了以后就可以用了 按照一比五百的这个倍速放 就是你只要说一千公斤水 你就放两公斤这个椰木去 考虑到目前兔棚里 还有销售腹泻的肉兔 为了避免更多的肉兔被感染病菌 詹志平又帮杨小春将这部分肉兔 调到了出风口的位置 那老杨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有腹泻症状的这个兔子 全部给它挑出来 放到那个出风口那边去 集中治疗 集中管理 免得这个感染其他的兔子 那先挑一下 换的是这个头上这个吧 好 老杨 现在我们这个把这个 有症状的这个兔子 全部都转移到出风口这一端来了 这个最好的治疗办法 就是采用中草药 这个一个是比较绿色 比较安全 比较健康 有哪些中草药 中草药多了 这个比如说紫花地丁 土公英 马屎线 这些中草药 对这个兔子这个腹泻 都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用山上随处可见的中草药 来防治肉兔腹泻 既绿色安全又节省成本 因此詹志平决定 带邦小妹和杨小春 去认识一下这些中草药 这有个紫花地丁 这有个紫花地丁 这个就是 功效主要是清热解毒 所以说它对兔子的腹泻 它会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那怎么教大哥辨别它呢 你就是从叶子的形状上看 底部它是三角形的 而且是比较宽 这个上半部它就比较瘦长 它开出来的花 这小紫色的花 这个新鲜的你可以直接摘下来 直接给它喂 同时你也可以 就是什么摘下之后给它晒干 将来煎成水来喂它 效果都差不多 效果都一样的 你看就是这个 其实它长得挺小的 挺小不大 行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别的 好那种 你看看看 这就有一个一点红 这是一个一点红 看到吧 它叫一点红是因为它开了一个一点点红色的小花吗 它一般一个茎上来就是一个小花 它叶子倒是有点不太规则 你看我们再看看 那我们把这个我们今天采的这么一点 先给它试喂一下 回头有空啊 你们都可以多采一点这样的草药 健康的那些兔子都可以喂一点 做个预防嘛 对吧 预防作用嘛 你看这不在这 这已经在吃了吗 对吧 那个就已经在吃了吗 它这玩意它就很喜欢吃 这个养兔子这个事 以后你得注意一下 通过我这么几年的经验 光勤奋是养不好兔子的 一定要注重细节 从饲料啊 到饮水啊 到你这个农具的清洁 包括这些小管子啊 你每一个地方你都得注意到 关照到 你不这么细心的话 就指不定在哪个环节就出差错了 就出问题了 所以说它一定要细心 听了詹志平的话 杨小春懂得了注重细节的重要性 也意识到了 由于自己养殖经验不足 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损失 为了把肉兔养好 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杨小春决定 去詹志平的养兔基地看一看 第三天 杨小春和邦小妹 如约来到了詹志平的养兔基地 整个这一块 就是我的一个重养基地吧 这个养殖这块主要是兔子 两个大方有了 这两个大方 有了多少枕头呢 现在还有1400多只 1400多只种兔 加上双平兔再一块 存了大概有七八千 每年可能能够出个五六万吧 存那么多 对 你那边有多少呀杨大靠 出兰的话还是两万只差不多 两万 来 咱们进去看看 诶 张老师 你这边感觉好像是 这空气很好 我这空气还好 那个老牙你看看 我这有什么不同 诶 你这个怎么 这么矮呀 我那个都很高的 哦 空气坏 你看这么矮是吧 只有两米多 两米多 两米多 我加了一层膜 这样这个膜有什么周应 加这个膜呀 至少有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隔热 夏天晒了那个热气往下压 我这个再增加这么一道 把这个热气隔一下 第二个好处 我把这个空间缩小了以后 我这个水帘 这个水冷 这个降温这个效果 非常的明显 风机一抽立马 这个你看你站在这 有没有一点 有风的 有点凉风的感觉 对啊 能感到 对啊 就是风速加快了 我这个空气的更新的速度 就加快了 所以你进来 你感觉不到我这里 有什么更特殊的一个意味 单单是在兔棚上 补加一层隔热膜 就有这么多的好处 真是让杨小春大开眼界 也让他看到了 科学养殖的好处 那接下来的参观 他还会有哪些收获呢 张老师 你这个几个月了 这个兔子啊 这个啊 这个应该有两个来月了 哇 这个看上去都好大哦 应该有四斤多了 哇 这真的好浅哦 我记得杨大哥那边的兔子 要小一点啊 两个多月的 我那边的两个多月 都只有三斤左右 哇 都很干净的 看到几个都看不到拉肚子的 屁股挺干净是吗 还真是 还有身上也是胖乎乎的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亲眼见到詹志平的兔子 养得又胖又好 杨小春羡慕的同时 也不忘趁此机会 向詹老师取取经 那你怎么处理的啊 怎么怎么 这个那你就平时要做好预防啊 你要做到几个干净 一个 这个空气干净 把这个通风的问题解决好 第二个 水质的干净 第三个 饲料的干净 第四个 这些用具 它住的地方的这些干净 做到这个四个干净 基本上兔子就没什么大问题 杨大哥都记住了 记住了 回去我都会按照这个要求去做 詹志平预防兔子腹泻的方法 听起来并不难 难的是 坚持做好养殖过程中的每个细节 考虑到兔子饮食起居的方方面面 这是在干嘛呀 詹老师 这是那个一个火焰消毒法 利用火焰对这个龙具进行消毒 高温杀菌嘛 但是这个就是稍微要快一点 不停地移动 你不能指着一个地方猛灯地烧 那就把这个龙具烧坏了多 特别是有管子的地方 有塑料的地方 那它主要是烧什么呢 细菌呢 杀菌呢 对吧 这些毛啊 兔子毛啊 它也都到处飞地去 火焰消毒 可以连同兔毛一起清除 避免兔毛堆积滋生病菌 或引起兔子呼吸道感染等疾病 使环境消毒更加彻底 那除了环境 还有哪些方面值得特别注意呢 这个兔场的供水一共分了四几 就是自然水先到那个对面 那个山顶的那个三个水桶里头 那三个大水箱 对对对 那个第一级在那儿 沉淀 沉淀 然后再过滤到这个第二级 然后到这来是已经第三级了 然后再进到棚子里边 还有一个减压水箱 那是第四级 第四级 我们这个兔场的供水 到了这一级以后 这个水质已经是比较干净了 我们会投放一些消毒剂 淹幕菌 所以这几项工作 我们都在这一级 就给他们投放这个东西 咱能让大哥去看看吗 看看您的水 你看我们这个水 是吧 是不是清澈见底 底上连 底上纯淀物都没有 哇 真的很干净 到了这一级 已经这个水是非常清澈了 还真是清澈 基本上这个桶都不用清洗 我们要清洗的时候 前面两级会清洗 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 这个兔子这个腹泻啊 等等其他疾病的发生 詹志平在注重 环境卫生的同时 还通过四级过滤净化水质 定期使用EM菌 和中草药等方法 来预防肉兔腹泻 这样严防死守 层层把关 真是让杨小春心服口服 现在的詹志平 在外界看来 无疑是成功的 然而这成功的背后 是詹志平的心酸和努力 老娘听说 那也经历了一场 这个自然灾害 对对对 我们那边也 那场暴雨 当时大哥那儿的水位线 有将近两米呢 前年我这里也经受了一场 这个我吐槽损失也很大 你看像这一块 造成了这个山体滑坡了 你看到没有 这整个一个塌方 是我自己搞得也很严重 当时整个这条道都已经 铺满了这个泥巴 就下来泥巴 然后冲破了我这个棚子 这个墙 那像您现在厂房里这些 这个板子残缺的 这个板子缺的 不都是被这个泥巴塌下来了 把它挤压 都变形了 到这个棚子 这都成了个微棚了 它整个这个泥巴 全部进到棚子里头去了 吸引泥 把那个棚子里边的 那个笼子全给压塌了 至少掩埋了700只 哇 这么厉害啊 700来只兔子 这个给买买买了 突如其来的灾难 让詹志平有些措手不及 可他没有时间难过 而是立即展开了一场 兔子抢救战 泥巴冲进去 把我们那个兔子 掩埋了一大部分 但是还有一大部分 还活着 所以我们赶紧组织人 抢救啊 把那些活着兔子 把它转移 转移到隔壁棚 当时人也难找啊 当时大家都在抗抗救战呢 所以我这是好不容易 找了几个六七十岁的人 一块在这跟着干 那这干了一个晚上都没休息 经过一晚上的奋战 活着的兔子 全部被成功转移 这时詹志平才得以喘口气 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肯定很心疼吧 那这样的肯定的 损失巨大 那也损失不少钱 对啊 六处 这只是一处塌房 我六处塌房 那边还有 相似的经历 让杨小春感同身受 也深受鼓舞 他决定向詹志平 好好学习养兔技术 也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这个做农业确实是难 不光是种植养殖都难 你知道吧 刚开始我们啥也不懂 就扎到这里头来了 养了两个月以后 兔子出现问题了 种兔就死了两百多 总共才五百种的种兔嘛 就死了两百多 刚开始啊 对啊 自己不懂啊 由于自己经验不足 导致兔子大批死亡 让詹志平十分自责 在他看来 天灾不可预测 但人祸可以避免 因此从那以后 他下定决心 要学好兔子的养殖技术 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不论做什么事情 我们一定要假想学习 我当时为了学习 你看我这几年 到过福建的这个三明大田 到过广东的梅州 包括我们本省的这个 这个新鱼 福州 我去了很多地方 这么多地方 到出去看别人的兔上 人家这个养兔过程当中 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这个兔子发生了疾病 要怎么治疗 怎么预防 就是请教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网上 当然也有一些查的 一些书本 也都去找 为了上网 去查询这些东西 我拉了两根网线 为什么拉两根网线 我这个山村 这个网啊 经常一刮风下雨 那个线就容易断 我一断 我就上不了网 一上不了网 我就着急了 这个反正是各种途径吧 都去咨询这个东西 所以到了现在 你看基本上 那就差不多了 就是兔子常见的这些疾病 我们基本上还是能够应付得了 这出天在人后 我们没办法抗拒的 那这种东西 我们是通过学习 就可以把它解决掉的 所以这就不是 这不叫难 在我看来 它就不叫难了 信心要睡起来 对对对 要有这个信心 听你这样说 信心真的更大了 必须的 必须的 通过此次帮扶 杨小春不仅学到了 肉兔养殖技术 还学到了注重细节 和防重于质的理念 而最重要的是 他从詹志平的经历中 看到了不断学习的重要性 找回了养兔创业的信心 在这里 我们也衷心地祝愿 杨小春的肉兔越养越好 实现自己创业梦想的同时 带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大家好 我是杨小春 经过上次张老师的 帮助和指导 现在我的兔子 基本上没有垃圾的了 大概是两个月都 才三斤多 现在都差不多三个月了 都有五斤多了 过几天都要销售了 现在我这个水管也定期 等于说每个月都要 清洗一次的 再不配像以前那样 出现那些问题 你看这个也就是狗肉果 前几天又卖了一批兔子 价钱还不错 过几天又要把那边的 又要飞窝了 又要飞到这边了 希望今年能够卖个好价钱 谢谢大家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又得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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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